酱酸升高它有两个环节 一个就是生成过多 第二个就是排泄减少 所以我们酱酸酸的药物分为两大类 一类就是抑制尿酸生成的 这样可以减少它的生成 第二类就是促进尿酸排泄的 让它排泄的多一点 这样也可以降低尿酸 抑制尿酸生成的药 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个就是别飘醇 这个药物这是一个老药 但是这个药物的降尿酸效果还是不错的 但是它有一个严重的不良反应 就是隔别人会出现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现在我们比较常用的就是菲布斯塔片 这个药它也是可以降低尿酸生成的 副作用也相对比较小 对肾功能的要求也不是很高 就是有一些病人有痛风肾病的 肾功能不全的病人 我们是可以吃这些药物的 还有一类药就是促进尿酸排泄的药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本锈马龙片 这个是能促进尿酸排泄 起到降尿酸的作用 但是这个药用就是说 肾功能一般要是比较正常 而且要用泌尿系不能有结石 如果你已经有通风食的形成了 这种促进尿酸排泄药是禁用的 主要来说就是这两大类药物 专家提示 1. 尿酸升高有两个环节 1. 是生成过多 2. 是排泄减少 2. 降尿酸的药物分为两大类 1类抑制尿酸生成 1类促进尿酸排泄 3. 抑制尿酸生成常用的是菲布斯塔片 3. 副作用相对比较小 4. 促进尿酸排泄 常用的是粉锈马龙片 需要患者肾功能正常 泌尿系不能有结石